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法治局局长与西屯区公所区长一同上台与市长合影 第二名为谭子屈公所 请刘新荣主席上台受奖 请法治局局长与谭子屈公所区长一同上台与市长 第三名为南屯区公所 请刘新杰主席上台受奖 请法治局局长明镇局局长南屯区公所区长一同上台与市长合影 第四名为北屯区公所 请林永仁主席上台受奖 请法治局局长明镇局局长以及北屯区公所区长一同上台与市长合影 第四名为北屯区公所区公所区国市长一同上台与市长合影 第五名为大亚区公所 请刘新杰主席上台受奖 请法治局局长明镇局局长及大亚区公所区长一同上台与市长合影 第六名為西區區公所 請黃文斌主席上臺受獎 請民政局局長 法治局局長及西區公所區長一同上臺與市長合影 第七名為沙路區公所 因吳東華主席不課出席請陳榮志委員代為受獎 請法治局局長 民政局局長及西區公所區長一同上臺與市長合影 接下來請北區區公所 陳國珍主席上臺受獎 請法治局局長及民政局局長及北區區公所區長一同上臺與市長合影 太平區公所 因吳東華主席不課出席請郭政局委員代為受獎 請法治局局長 民政局局長及太平區公所區長一同上臺與市長合影 請清水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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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東華主席上臺受獎 請清水區公所 吳東華主席上臺受獎 請法治局局長 民政局局長 清水區公所區長一同上臺與市長合影 請清水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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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清水區 請神鋼區公所王政堯主席上台受獎 請法治局局長 明政局局長 神鋼區公所區長一同上台與市長合影 接下來屋七區公所英靈懷庭主席不課出席 請法治局局長 明政局局長 屋七區公所區長一同上台與市長合影 請神鋼區公所羅明為主席上台受獎 請法治局局長 明政局局長 神鋼區公所區長一同上台與市長合影 接下來請外埔區公所王鈺雲主席上台受獎 請法治局局長 明政局局長及外埔區公所區長一同上台與市長合影 請所有受獎人一同上台與市長合影 請後來購二部 1 2 3 3 4 4 5 107 部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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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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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 8 8 8 9 9 9 109 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 長期照顧六度第一名請 曾局長江蔣拓市長 請陪同人員一同上台與市長合影 請陪同人員一同上台與市長合影 内政部110年度地震業務督導考評總考評獲得基油獎 請吳局長將講座現與市長 陪同人員一同上台與市長合影 市有出租更地109年底 租約期滿處理工作執行績效 獲得優等獎 請吳局長將講座現與市長 請陪同人員一同上台與市長合影 本府獲得獎 第幾圖重測計畫考評獲得優等獎 請吳局長將講座現與市長 請陪同人員一同上台與市長合影 本府獲得獎 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 獲頒110年居民聯合防空萬安44號 演習特優單位請警察局 蔡局長將講座現與市長 頒獻獎結束 市長找 與會各位機關首長區長們大家找 本府第515次市政會議 會議開始 公請市長致辭 各位所有線上的市民好朋友 還有本府的所有主管局處首長 以及我們各位區長各位記者先生女士 大家早安 今天呢是我們今年度最後一次的開市政會議 那回顧過去這一年以來 那可以說是因為有疫情的關係 那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不過 要繼續的 還有什麼重要的意見 可以直接溝通或者是表達 那在不同的時期 那在不同的時期從現在開始 那在不同的時期從現在開始 有的會著重在 節慶活動呢 市民朋友能夠共享 那當然我們還在這邊也要共同呼籲啊 就是雖然要過年過節 但是今年到目前為止哈 我們仍然不能夠忽視 小看疫情 不好意思 我有點感冒哈 那所以呢 啊 我要請市民朋友 還是要加強防疫啊 要戴好口罩 那同時呢 請举手做好各種的清宵 究竟唯有加強防疫才能過好年過好節 這兩者哈一定是密切相關 再次強調哈 只有加強防疫若是防疫才能過好年 過好年過好節 那也跟大家講哈 從這個數字看起來 從數字看起來 我們現在居家檢疫的人數哈 居家檢疫的人數 到目前為止 他們每天有不同的統計哈 那到前天為止呢 今天還在統計 那昨天晚上哈 那也在處理當中 所以到12月26號 我們居家檢疫的人數全是哈 是三千兩百三十七人 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本市是國際大都市 我們平常就會有民眾返台 進入台中市 或者是有一些外國人 他有重要的公務 會進入台中市 平常每天的數字 大概保持在一千五百人左右 哈 有時候會在一千四一千三 啊 過去每天大降 可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從12月中旬以來 那幾乎每天都破三千倍增 等於說進入台中市 從國外回來的 或是外國人進入呢 都是平常的一倍以上 那以最近正在居家檢疫的人數 有三千兩百三十七人 那因為呢 政府現在這些就把它視為 反台過節的啊 那也因此呢 有三種居檢的方案 一種是到這個旅館去 十四天啊 十四天 然後回去以後 再自主管理七天 另外一種是十加四方案 在旅館住四天 其他四天呢 啊 會到回到家裡面去居家檢疫 那還有一種叫七加七 在旅館一個禮拜 然後回家七天 我們要特別提醒哈 不管是十加四 或是七加七的民眾啊 如果你有家人 從國外回來 要共處一屋 一個房子 最好是一人一屋哈 那居家檢疫人 自己一個單獨的房子 但是實在沒有辦法的話 啊 中央防疫指揮中心 是容許一人一室哈 但是即使共處同一個房子裡面 希望最重要把握的原則 希望不要接觸 不要共桌吃飯 一起坐在一起聊天 一起一起看電視啊 啊 那基本上 那這是過年期間的權宜措施 那但是呢 呃 過去我們的居家檢疫都要滿十四天 才能出關 可是現在啊 中央政府規定說 那可以十加四 或七加七 那但是呢 呃 我們認為說 大家還是要提高警覺 保持距離哈 不要共 呃 大家共處哈 呃 大家共處一室 一定務必務必要做到 那所以呢 包括家人 也是屬於自主隔離的一部分 哈 如果你的家人是十加四 或七加七 那他呃 呃 住在一個家裡面的這些家人 都視為自主管理哈 那請大家哈 呃 在防疫方面一定要特別特別小心 到目前為止本市 的疫情是平穩 可是呢 我們不希望啊 因為這個過一個年呢 功虧一愧哈 所以請大家特別的幫忙 務必要拜託哈 啊 這個是有關於過年防疫的部分 另外跟大家報告 前兩天我們看到有個新聞高雄哈 有一家四口 那啊 遭受到一個三度酒駕的民眾哈 造勢那嚴重造成悲劇哈 哈 那所以其實過去本府在過去一兩年 我們對於酒駕造勢 我們就特別嚴加取締 所以這兩年以來數字有降低哈 那但是呢 由於現在疫情比較平緩 要有點解半解封的跡象 所以很多的民眾哈 難免出來哈 那這個歡樂或是采買 或者是過年過節等等哈 所以我們早就有警覺 本府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在這個月十二月一號開始 十二月一開 十二月一號開始呢 今天是二十八號哈 在將近一個月前呢 本府就一個少除罪犯的一個專案 那我特別感謝蔡局長所領導 警察局蔡局長所領導的 警察同仁團隊哈 那我們一個掃除罪犯 罪就是喝醉酒的罪哈 掃除罪犯的專案 那實施到這個二十八號啊 啊 對不起到昨天 也是到二十六號哈 從十二月一號到二十六號為止呢 我們投入的警力 專門在取締酒駕呢 有四萬一千兩百八十八人次 感謝辛苦的警察同仁 那年間期間本來就是啊 交通或者治安就要特別加強部署 跟呃這個防範 那再加上我們要取締酒駕的人哈 所以警察官這個專案就投入了 四千一百二十八人 對不起四千一百 四萬一千 對不起我講錯了哈 四萬一千兩百八十八人次 那一共呢 到二十五號為止 一共取締了五百九十三件 五百九十三件 移送罰辦的有三百一十七人 什麼意思呢 這三百一十七人就是喝醉酒開車 被我們抓到 我們移送罰辦啊 那不予勘待 那所以呢 啊 要不是這個專案大家可以看 這三百一十七個 可能就在路上成為不定時的炸彈 所以我們這個方案會這個專案呢 會一直持續到二月二十八號 農曆年過完哈 那所以這段時間再次提醒市民朋友 絕對不要酒駕害人害己啊 這個跟大家報告 那以上呢 那當然啊 以上是這個過年期間我們幾個重要 每一項都很重要 我們有年節活動舉辦 歡迎市民朋友分享 但是希望大家啊 現在開始到過完年 都務必一定要加強防疫 那另外呢 啊 我們的這個取締酒駕的工作 都在持續強力進行當中 特別處理的一個專案哈 那請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那當然也希望我們其他的親朋好友 要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 啊餐廳等等各種也都要配合 如果有人企圖酒駕 要第一時間就遏止啊 要避免造成悲劇的發生 那以上呢 啊 是本周今年最后一次的市政會議 那修映親自跟他報告 那因為今天十點鐘左右開始啊 表定是九點半哈 那大概九點半到十點之間 因為議會在進行啊 這個預算的總審查 就是我們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度 明年度的預算呃 審查 所以所有的小內閣的同仁首長哈 跟我都必須到議會去備詢 那麼也因此在會議當中 那所有的政首長哈 那可以逐漸的離席 安靜的離席哈 那趕到議會去準備備詢 那由其他的舉助手同仁哈 來替代謝謝大家 最後再次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合府平安 莊案報告 莊案報告名稱為傳揚無形 文資家職 請文化資產處李處長報告 呃 市長各位長官大家早安 我是文化資產處處長李自副 大家呃常常都會聽到 古蹟歷史建築遺址等名詞 那在文化資產保存的項目中 這些都是屬於有形文化資產的範疇 而文化資產 另外有一部分是屬於非物質 精神層次的 就是文化 呃無形文化資產 那今天要向各位長官介紹的是 本市的無形文化資產 那在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中有規定 無形文化資產的項目包含 傳統表演藝術 傳統工藝 口述傳統 民俗 傳統知識與實踐等五大項 除了傳統知識與實踐本市尚無登陸項目外 其餘均有登陸的項目 以下簡報將向各位長官介紹 那本頁是 目前本市無形文化資產登陸 與分布的概況 請各位長官參閱 那第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本市的民俗 所謂民俗指的是民間風俗 最大的特徵就是 完全由民間自主發起 非由官方主導 目前本市的民俗 總共有九件 一件是文化部登陸的重要民俗 那第一件是大家最熟悉的大甲媽祖 繞進進鄉 不但有來自全台各地的信徒參與 也吸引眾多國際人士前來體驗 由於其重要性 所以在97年被文化部登陸為重要民俗 那第二件是 和西媽祖繞進十八莊 本項民俗現在是台中地區 固定常態的民俗活動 第三個是 梨頭殿穿木雞站鄰里 鄰里台語念作拉利 也就是穿山甲 主要是在端午節時穿著木雞 將在地底睡覺的穿山甲吵醒 讓他可以翻身鬆動土地以利農耕 那今年來已成為南屯地區端午節 重要的民俗活動之一 那接下來是自信系 主要是由地方上同姓氏的宗族 或素姓氏聯合一起 輪流出前去邀請劇班來演出 最開始只有十二個自信 後來擴展為二十八自信 也目前也是南屯地區重要的民俗活動之一 而第五個是萬和宮老二媽西屯省清落盡 萬和宮的老二媽是全台唯一的料姓媽祖 每三年會回西屯省清一次 那第六個是 新色酒莊媽遶境 那新色酒莊媽有三個特色 一個是有神無廟 第二個是媽祖是由海神變成三神的角色 第三個是全台最早舉辦營媽祖的地區 接下來是 第七個是無期走大教 主要是由教班抬著神教來回奔跑進廟 後來演變成各宮廟互相競爭奔跑的次數 是台灣少見的民俗活動 第八個是大莊媽祖 靜香回軟遶境 主要是以無期區的大莊號天宮為核心 擴集到海線的五十三莊 最遠有到達彰化大村地區 然後見證海線地區人群互動的生活型態 第九個是最近十一月三十號才公告登陸的 大屯十八莊營媽祖 主要是由大屯地區的十八個莊頭居民 共同組成的區域性祭典 為具有地方特色的接力士營媽祖民俗活動 介紹完本市的民俗文化資產之後 接下來要向各位長官介紹的是本市的傳統工藝 目前本市的傳統工藝能量非常充沛 原來登陸有十八件 因為其中一位賴座民藝師在今年往生 所以目前只有十七件 其中兩件經文化部登陸為重要傳統工藝 保存者也就是一般我們所尊稱的人間國寶 那第一件是傳統工藝是客師 它的保存者是劉千勺藝師 那第二件傳統工藝是刺繡 保存者是劉千勺藝師 那兩種傳統工藝都是編織的一種 但是兩者在技法上完全不同 客師主要是在織布機上用幾十個裝有各設施線的梭子來回穿梭 然後製造出一幅作品 而刺繡就是用針和線縫在織物上的一種藝術 那兩位藝師分別因為其藝術成就而在109年被文化部登陸為重要傳統工藝的保存者 那由於時間有限 接下來的傳統工藝項目我將很快的帶過 詳細內容請各位長官參閱書面資料 第一個是陶藝 那目前陶藝的保存者有蔡榮佑藝師跟李信榮藝師兩位 那接下來是漆工藝 那臺中的漆藝緣起於日治時期 那豐原是最大的漆藝產地 那目前我們漆傳統工藝漆工藝中 分別依照它的技法不同 有蓬萊圖的吳樹花藝師 木苔漆漆的劉青寧藝師 及夾住漆漆的廖聖文藝師三位 以上是三位藝師的作品 請各位長官參閱 接下來是造建 那保存者是陳遠芳藝師 那傳統工藝裡面 有所謂的絲頭製作 那保存者是陳明洪藝師 與江岳澤藝師兩位 那令朝編是我們大甲清水地區 而早期婦女最常去 作為生活的那個 賺取家用的一項技藝 那目前令朝編的保存者為 豬州桂村藝師 接下來是另外一個比較少見的大甲鐵壺 那保存者為黃天萊藝師 那還有一個傳統工藝 是大家比較沒聽過的 就是戲台布景彩繪 那保存者為侯壽峰藝師 那接下來的傳統工藝為莊佛 保存者為葉永住藝師 那我們台中還有另外一項 傳統竹雕保存者為陳春明藝師 那和平區是我們泰雅族的最大的居住地 那目前我們登錄有泰雅族男子傳統工藝 保存者是賴芙萊師 那還有就是泰雅族 斯科亞群傳統支部工藝 那保存團體是和平環山社區發展協會 接下來跟各位長官介紹的是傳統表演藝術 目前本市既有七項八個保存者 其中兩項被文化部登錄為重要傳統表演藝術 首先要介紹的是南館戲曲 保存者為林吳樹霞藝師 林吳樹霞藝師在99年 經文化部登錄為重要傳統表演藝術 接下來是亂談戲 那亂談戲的保存者是潘玉焦藝師 早期有亂談焦的美名 在103年被文化部登錄為重要傳統表演藝術 接下來傳統表演藝術是北館戲曲 那目前的保存者有台中市南屯區錦樂軒戲劇研究會 那還有就是南館音樂 那南館音樂泛指中國南方語序的音樂 保存團體有和和意願及清雅樂福兩個團體 那還有就是我們的原住民部分也有 泰雅族傳統樂器口黃琴的樂舞 保存者是楊德福醫師 那最後一項傳統表演藝術為布袋戲後場音樂 保存者為朱南興藝師 再來是口述傳統 口述傳統主要是指不經由文字而透過口語傳上的方式 來傳承的一種文化表現 目前登陸的泰雅族Skoya群傳統口述傳統的保存藝師 有詹坤黃藝師及廖英柱藝師兩位 那傳統公益主要是起源於生活也應用於生活中 所以本市的傳統公益保存者 多以公益生活化為目標提高公益多樣性的使用 讓傳統公益巧妙的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例如廖勝文醫師 他擅長以脫胎技法賦予七公益多種視覺變化 甚至讓七語不遊覽 顛覆傳統七公益的想像 另外 以顧醫師 賴作明醫師的兒子賴信佑 以家學淵源的堆砌技法 研製成奧運選手服的紐扣 以下有之簡短的介紹影片 請各位長官觀看 東京奧運五國代表隊進場服裝上 這顆小小的紐扣有特殊含義 創作者是來自台中的七一家賴信佑 正面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有金色跟銀色 金箔跟銀箔的貼附 那象徵的是可以讓選手穿金帶銀 而背面是一片黃銅 恰巧金銀銅都有了 賴信佑以層層堆砌技術製作紐扣 中華奧會會彙下方有玉山形象 象徵比賽成績登峰造極 而側面的彩虹設計 展現了台灣對多元族群的包容 參與這項設計 賴信佑感到予有榮焉 從來沒有想過人生有一次 我也能夠好像我人 就到了這個會場一樣的那個感覺 其實當下是蠻激動的 賴信佑的父親祖父都是七一家 傳承到第三代有不變的堅持 也有創新的思維 就是我們使用的都是天然漆 當作我們主要創作的媒材 我父親他比較著重在於 藝術創作的領域 那我則是比較著重在 生活領域的應用 賴信佑製作了800顆七億鈕扣 讓中華奧運健兒可以留存珍藏 也能當作和國外選手的交換禮物 讓更多人看見台灣本土工藝 大家請問詹公斷李月維台中報導 東京奧運我國代表 那接下來是大甲鐵壺的保存者 黃天萊醫師 黃天萊醫師始終堅持公益生活化 所以他製作精良可用的食器 生活用器供民眾可以使用 再來是令朝邊保存者 諸州桂村醫師自行研製 農縫席手提包背包草帽 並加以編出文字等等 賦予傳統令朝材料的現代化意涵 那在落實本市文化資產政策部分 目前本市的傳統工藝保存者 原來是18人目前是17人 位居六都第二 文化局除了針對登錄的項目 進行保存維護及調查研究外 並評估具有特殊性地域性的項目 提報文化部登錄為重要傳統表演藝術 跟重要傳統工藝 另外目前本市獲得中央登錄的 為重要傳統表演藝術的 有南館戲曲跟亂談戲 那與桃園市及高雄市並列為六都第二 那重要傳統工藝有刺繡克斯 與台北市並列為六都第三 那在推動無形文化資產記憶傳承部分 文化局至105年起 逐年開辦公藝研習課程 包括傳統竹雕 蓬萊圖 蓬萊圖七公藝 夾住漆器 木胎漆器 克斯 陶藝等項 每項的每年研習時數都達到108小時 讓參與者由基礎入門到熟悉材料工具運用 而可獨立創作 達到無形文化資產傳承的目的 那以上是 各個那個 台中市政府對於這個文化資產非常的重視 從縣市合併以後 其實在這個不管歷史建築 或者古蹟或者文化景觀 移植的數量都急劇的成長 那所以我們文化資產委員會 審議委員會也是召開的次數非常的頻繁 那除了文化 無形文化資產 剛剛的簡報介紹之外 理事長是不是也跟大家簡單的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台中市有形文化資產 譬如說歷史建築 古蹟移植等等的數量 能不能也讓大家有個概念 謝謝 跟各位長官報告 那目前我們台中市指定或登陸的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的數量 總共有181處 其實數量還蠻高的 那這是總數啦 然後至於這個歷史建築 古蹟或者移植文化景觀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我們文化局的網站 那他都有分類 那你就會知道說這些 有哪些 有形文化資產 有歷史建築古蹟等等 然後他們坐落在哪裡 這個都有詳細的登陸資料 有興趣的同仁 麻煩就上網去看 好的 請問這個文化局家軍局長有沒有補充 謝謝副市長以及各位長官 那自從市長上任以來 包括在市長的一個指示跟支持之下 我們台中國定古蹟台中周廳 及相關行務所官社群大屯軍議所 已經陸續在108年開工 那未來也將在明年110年陸續修復完成 那未來我們文字化局會本著文字為體文創為用的這樣的一個策略 結合有形文化資產跟無形文化資產 那呼應我們聯合國在2008年在魁北克所宣告的一個場域精神 那以上補充報告 好謝謝家軍局長的補充報告 請問 這一個簡報大家有沒有需要這個文化局這邊進一步說明的 好如果沒有的話我們進行下一個單元謝謝 討論提案本次計三案案號電社01提案機關社會局 案由衛生福利部110年度公益彩券回歸金補助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辦理 110年台中市建構性別暴力領航社區服務計畫210萬元整 你請同意辦理先行電付進行審議請社會局說明 社會局補充報告 好我們感謝衛福部這個全額給我們這筆的經費 我們可以在各地來推廣性別平等的這個社區裡面的這個宣導的工作 那這個這筆的經費呢 未及納入110億年的預算 敬請同意先行電付 謝謝 好謝謝彭局長的說明 請問大家對於這個案子有沒有指教 沒有的話我們就通過送請台中市議會審議 暗號電文01提案機關文化局教育部110年度補助本局辦理110年公共圖書館閱讀設備 及實施計畫 其中中央補助款213萬8千元比例69% 本府配合款96萬551元比例31% 以由本局110年度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合計309萬8551元整 前述中央補助款213萬8千元 你請同意辦理先行電付進行審議 請文化局說明 好文化局報告 針對教育部補助110年度 那辦理的這個公共圖書館的設備升級計畫 主要是針對殺戮聲波 厚禮 無氣鏡子館 大雅 圖書館等 進行圖書設備的汰換 那汰換的內容包括空調書櫃 閱讀桌椅等等 那因為來不及納入111年度的預算 你請準語先行電付 事後納入111年度的追加預算 再辦理帳戶轉證 以上報告 請問大家對於這個議案有沒有什麼值家 沒有的話我們也是通過 送請台中市議會審議 案號電文02 提案機關文化局 案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10年度補助本局文化資產處辦理 東海大學早期校園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其中中央補助款140萬元比例70% 本府配合款60萬元 比例30% 合計200萬元整 你請同意辦理先行電付進行審議 請文化局說明 文化局報告 有關於文化部補助本市辦理 東海大學早期校園的保存維護計畫這部分 東海大學早期校園於110年5月3號公告 登陸為本市文化景觀 那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2條 跟施行細則第28條規定 必須要擬定相關本區的保存維護計畫 作為日後管理維護的一個依循 那應中央的要求補助款 應納入110年度預算 而故請同意應業務需要先行電付 並納入110年度追加減預算或112年預算 這個余三總幹事 謝謝副市長 各位副市長還有秘書長 還有我們的府內的同仁大家 長官大家好 我這邊公車會報告說明一下 今年十大辦手禮非常感謝大家的協助 像文化局還有勞工局也幫我們推薦一些文創業者 所以我們台中的伴手禮不僅是高柄 而且甚至已經找不到太陽柄了 整個的烘焙業的變化跟創新 已經在全國算是知名度相當的高 所以在我們的今年的比賽獲獎的禮品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像剛才那個文資處報告裡面 我們的光山行這個漆器就是那個賴高山師父 他的傳人第三代傳人賴信佑先生 參賽的作品 所以也非常感謝文化局在這部分幫我們做行銷 然後讓他們來參賽 另外的話在鋁河 鋁河泡芙的話是省紀新村的排隊名店 所以這部分也非常感謝勞工局幫我們把十大辦手禮的活動 也推銷到各場域去 所以在整個辦手禮來講 像另外的話還有我們台中捷運局 他歐克勞的得獎的品項是跟做台中跟台中捷運的那個企業合作 然後還有物封米香 所以他整個是異業的結合 所以在整個今年的辦手禮裡面 非常的 他們自己業界獎非常強大而且閃亮 那個出來的前十大大家都知道那個重磅登場 所以在這裡也跟大家分享 那2022希望大家帶著台中捷一起賞味台中 好吃好玩 以上謝謝 我們謝謝余山總幹事的說明 那個袋子裡面 大家這個桌上都有一個袋子 在裡面有一些這個 簡介 我想這個除了剛剛余山總幹事的口頭說明以外 這邊也有比較詳細的簡介 那因為春節快到了 大家如果有送禮的需求的話 就可以好好的利用 那除了這十大辦手禮之外 事實上我們的農會也有很多好的產品 那也請大家可以多多的參考高官 這樣 好那請問我們還有沒有其他的臨時動議 來請 主席及各位局處首長代表大家早安 我是原民會 原民會特別報告在各位桌上 現在有一份原民會出刊的圓藥台中 第二期的刊物 那也請大家 各位首長可以參閱一下 那圓藥台中是一個半年季刊 這一期第二期是我們110年的 下半年的刊物 那這個刊物主要是 以原住民的文化經濟跟教育做一些分享 那這一期主要是以經濟產業為主 那會在刊物裡面跟大家分享我們原住民的微型事業體 在這個大城市裡面 如何用原住民文化作為經濟發展的基底 所呈現的一些小小的成就 又一些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在這邊分送給各個機關代表來參閱 也請大家可以給我們一些指導和建議 以上報告 謝謝 好 謝謝原民會楊祖祕的這個說明 那請大家參閱 那楊祖祕 楊興與楊祖祕是我們原民會新任的主任秘書 曾經擔任過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的原民會的主委 有非常豐富的行政經驗 那我們歡迎他加入我們的團隊 請問其他還有沒有臨時動議 沒有的話 有個事情要提醒大家 因為 這次會議是我們台中市政府和平以後 第515次的市政會議 也是今年度最後一次的市政會議 那難得 所有的局處首長或代表參加以外 我們區長也都在 所以要利用這個機會也要提醒大家 我們台中市政府每年我們資訊中心都會 做兩次的電子郵件的社交工程演練 因為現在這個大概是自通訊都非常的發達 那大家不管是用email或者這個社交社群 這個軟體都非常的普遍 所以這個治安也非常的重要 那每年做兩次的這個演練就是要等於是要抽測就是了 在治安方面 那抽測的email都是公用的email 可是這個每年這個抽測下來 還是有一些局處 這個表現差強人意 我這邊就也請大家這個量解一下 我就會 這要提出來提醒大家 那沒有提到的 如果我們這個資訊中心已經有個別通知 各個局處哪裡需要改進的 那我就 我這邊一一的來點名 那我只是把這個倒數兩個局處或機關 這個特別拿出來 請提醒大家 那要拜託各位首長或副首長在這邊出席 回去要提醒負責治安的同仁或所有的同仁 尤其是刑警人員 因為我們這次抽特的結果有發現 刑警人員上鉤的就是說被測試失敗的這個比例比較大 所以說刑警人員麻煩 首長們或科室主管們 要特別要提醒這些刑警人員同仁 那當然一般同仁還是一樣要提醒 我們分三種測試 有開啟郵件跟點擊連結跟開啟附件 那抽測的結果在開啟郵件方面 這個烏日區公所 還有厚禮區公所表現的比較 這個不如人意 那在點擊連結方面 金發局跟首長辦公室 就是參試參議的辦公室那邊 表現的不太好 開啟附件 原民會 跟台中市政府交通局 所以這六個機關麻煩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你們這個比例 算是比較高最高的 倒數前兩位就對了 那尤其原民會麻煩要提醒原民會 因為你們像你們那個百分比超出 百分之五以上 那個是很高的 所以這邊特別提醒大家 那是因為這是 這一次是最後一次的市政會議 難得大家聚在一起 所以我就利用這個機會提醒大家 做好資安 那我們這個 研考會 資訊中心這邊也會持續的 再來做這種演練 就是抽策 那請大家多多的注意 好那我們今天會議就到此結束 上會